咱们先来讲一个东西叫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吧 咱们之前也是见过很多次 也并不是很陌生的 我再说一下 这个定时器呢 咱就先看这个setinterval 我先给演示一下吧 也没啥可说的这块 setinterval 有了这个定时器之后 其实咱们解决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你现在看 我现在写了一个语法 叫setinterval一个括号 里面放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你不用写名字 写了也没用啊 然后后面一个数 是写了一个数 这个数是1000毫秒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每隔1000毫秒 他就会执行一次这个函数 每隔1000毫秒 他就会自己帮你执行一个函数 永远没有修制 能懂我意思吧 永远无锈无止执行啊 比如说现在咱写点东西 console.log一个a 那这个a 他就会每隔1000毫秒 都会被打印一次 每隔1000毫秒 他就会打印一次 比如说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setinterval的一个作用 我们管它叫做定时器 每隔多少时间执行一次 每隔多少时间执行一次 当然了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调小 调成10 调成10的话 那速度非常快了 你也可以调大 调成2000毫秒 就两秒来一次 两秒来一次 能懂我意思吧 后面填的一定是1000毫秒 多少千毫秒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说下这个语法的问题 这个后面的几千毫秒 多少多少千 这个东西 就是说成哥 哎呀 就是往后咱们做程序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这 比如说你现在写一个time 这个time等于1000 你把这个time放到这 你把time放到这的话 它确实也是按照1000来执行的 能懂我意思吧 然后接下来往后 你要是把这个time改成2000的话 这块能不能变成2000呢 我跟你讲 不可能 这个time到这块 它会被取一次值 能懂我意思吧 它是每隔time和时间 执行这个函数 就是它会多次执行这个函数 但是它识别这个time 只识别一次 就是当初你写了多少 它就会认为是多少 你后面改成啥都没用 能懂我意思吧 就你不要通你不要试图通过改变time来影响这个setinterval执行的一个快慢 这个是行不同的能懂的吧 这是行不同的哈 就是你当初写一线 那就是一线 你后面改成多少都不好使能懂的吧 都不好使啊 行了 然后setinterval 然后 那这块咱可不可以利用它来查数了 比如现在外面写一个i等于零 然后i++console.logi 能不能查数 没问题吧 是不是开始这样去查数了 就是利用settimeout 我说错 利用setinterval 叫setinterval 这个东西咱可以做很多东西 咱可以做很多事 它的意思是每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这个函数吧 那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些变量是不是就可以变 通过变化 再通过重复执行可以出现很多东西对吧 然后通过这种反复的执行 有时间间隔的去执行 咱们还可以实现很多状态的连续改变 比如说一个小木块 咱以后要学运动的话 小木块 第一秒往左移动一个像素 第二秒再累加一个像素 那是不是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小木块是动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情况对吧 我记得假期回去之前 我给你们演示了一小段对吧 是不是我记得最后一个视频 是不是演示了一小段 对吧 这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叫setinterval 它叫定时器 然后我要探究一个问题 这块只是探 听我说 这块只是探究一个问题 具体的 为什么咱们后期还会去详细解释 还会详细解释 探究一个什么呢 定时器到底准不准 定时器到底能不能拿它 拿它当作一个时间 记录的一个作用 去真正记录时间准不准 咱怎么测准不准 在外面是不是得来一个firsttime firsttime 等于一个newdata 叫gettime 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怎么办 来一个 是不是在这里面每次都减去 那个firsttime就完事了 然后并且把每次这个firsttime的值 等于它当前的一个值 首先得来一个second 或者来一个lasttime 好吧 来个lasttime等于多少呢 等于newdata.gettime 然后console.log lasttime 减去firsttime 然后还得让 还得让啥 还得让firsttime等于lasttime吧 以便于下次再见吧 是不是这回每次都是新生出的时刻 减不上一个时刻 对吧 看吧 嗯 哎 不好又写错东西了吧 回来英语不好 看着时间准吗 啊 准 不是 你先得一毫秒才才值得 你先得一毫秒才 应该都是一千才对啊 应该都是一千才对啊 为什么一会儿999 一会儿一千里一会儿又一千 有数准有数不准 对吧 就是这么点的程序 程序执行所损耗的那个毫秒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它是以微秒的速度来执行的程序 你说你看 你看我刚才一切之后 你看我一切 我再切回来 你抽抽 非常不准了吧 非常不准了吧 所以一定记住一个结论 听我说 一定记住一个结论 我们的setinterval是非常不准的 听我说 setinterval是非常不准 你笨想哈 我就给你举一个 就先解释一小项哈 你首先这个结论你必须得记住 set定时器它就是不准的 然后给你简单的解释一小项哈 咱就考虑一个问题你就知道 就从这个问题出发 它都不准 别说其他问题了 你知道咱们这个 咱GS有个GS引擎 GS引擎后面有个执行队列 他会把任务按照时间片去分解 对吧 然后把很多任务的片段是不是排列好 然后去往那队列里面放 然后他这个队列 依次往那个执行的马达里面去输送 那个马达那个引擎是单线条 对吧 它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个片段 这样依次往里送 依次往里送 他才能执行任务吧 你setinterval这个东西 它只能是每隔1000毫秒 把它放到这个引擎 把它放到队列后面 具体啥时候执行 它是不是也没法保证 对吧 所以从这方面出发 它都是不准的 当然不只是这个方面 如果只是这个方面的话 那它这个不准应该是永远是慢吧 那为什么会有快的情况出现 为什么有时候666呢 对吧 有时候是少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它不是说 它不是光多 光多的话是跑解释 它还有少的情况出现 咱以后再跟大家说这个问题 如果你对这个数据结构 就是如果你说你对这个数据结构 还算有一些了解的话 我可以给你简单透露一下 这个setinterval 它的这个排列机制 是基于红黑数的 好 好吗 行 等于没说 忘了忘了忘了 咱最近咱们业内出了一本胜书 非常了不起 原来咱们业内一个标志着GS的一个 最底层的一个书 就是说把这个GS底层挖到一定程度 一定深度的一个书 叫这个高性能扎碎 还对我说个事 我留电影作业 其他那些练习的那页面 你多写一个 少写一个 我就不计较了 但你必须得写一个 练练手什么的 但是我留的书 你必须得看 这两天你要补作业的话 优先机 你得先看书 能懂得是吧 这属于课程进程的一部分 这东西是必须得看的 你要不扎实的话 后面容易跟不上 原来标志着咱们最顶 我还听我说 原来标志着咱们 GS最基础的 一个最顶级难度的一个书 是高性能扎碎的 但这本书 对于咱们后期的学习来说 对你们来说 so easy 特别简单 很多东西咱们都讲过 现在有一本刷新记录了 叫你不知道的GS 叫你不知道的GS 这个书看完之后 给大家的感觉真就是 我确实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都是一些最边边交交的一些 最冷门最冷门的一些东西 但是偶尔那些东西吧 还真是 你说的有用呢 它编程起来 还真没什么太大的用 你说没用吧 有一些面试官 他装纳额对吧 装纳额 他问你点 这上面的体骑 假如说你要是都答对了 他就会瑟瑟发抖 你知道吗 还觉得没啥可问你了 对吧 确实很有难度 现在是 2345期都在看这个书 因为他们实在没啥可学的了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看看跳玩 那时候我们就推荐了一下 后来发现 年后回来之后 大家一人买了一本 一人买了一本 你不知道的GS 确实是很厉害这本书 就这个书看完之后 就是GS这辈子 一些底层的语法 什么知识 你不知道该学什么了 就是已经透了 这辈子都不用再学了 这是set interval set interval 咱先说说 有这么多个功能 先看一下 你说set interval 能不能停了 比如现在我查数 或者说做什么其他的事 或者说一个运动 我不可能让他永远 无休无止运动 那这样的话 有损耗性能 你这一个往来一直跑的话 可以损耗多少性能 我想让他适可而止 比如说咱就查数吧 从0查到10 到10咱就行了 我就想停 咋停呢 现在好像是停不下 对吧 现在好像停不下 有一个方法 叫clear interval clear interval 能让他停 但讲这个方法之前 我首先得把这个 把这个事给你说清楚 这个set interval吧 它首先呢 是window上的方法 由于它是window上的方法 那是不是我们在全局上 就算不window点 它也会上那个go里面去找 所以是不是不写也没问题 对吧 这是window的一个特点吧 但凡是window上的东西 你是不是不写window点 也能使 对吧 因为作用域的问题 它会找那作用域 作用域里面就有了一个东西 对吧 你跟我写点也行 然后这个set interval 它会返回一个东西 听我说 它会返回一个东西 这里面咱不写代码了 你可以不关注它的返回值 但是它确实有返回值 咱把它 比如说咱写个timer 来接收它的返回值 你猜的这个timer是啥 它是一个数字 它是数字1 比如说现在 你再写一个set interval 你来timer2 set interval 再看timer 再看timer 是不是还是1 timer2呢 就变成2了 也就是说 每一个set interval 它都会返回一个 返回啥 它都会返回一个数字 作为它的唯一标识 能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定时器 这是第二个定时器 它会有一个数字 和它进行对应 这是它的唯一标识 这个唯一标识干嘛呢 有了这个唯一标识之后 我们按照这个唯一标识 就可以把它清除掉 比如说现在我clear interval 我里面添东西的 添的是啥 添的就是你想clear 那个interval的唯一标识 明白我意思吧 你把这个timer放进去 timer是不是它返回的 它返回的这个数吧 哪个数标 timer是不是它返回的 它返回的一个数是1 咱们肯定是1 然后咱们把这个timer放进去 这样clear之后 它就把这个东西给清除了 清除之后 它就不会那么一时走了 就像这样 来一个i等于0 然后i++ console.log i console.log i++吧 麻烦劲 还写一起 然后给变成10 这块if i大于10 我们就clear了它 clear就代表这个定时器清空了 没了 保存刷信 是不是1到10 0到10 然后停了吧 看是不是停了 它不继续走了吧 因为到这走的是 走的是if 看啊 走的是if if i大于10 那clear interval 是不是把自己给清了 这是清除定时器的一个方法 clear interval的东西吧 所以咱们写计时器的时候 你一旦写了 你就要加上这个 前面接收它的返回值 你要不接收返回值 是不是没法清除了 当然了 你说真没法清除吗 也不是 你就是不接收返回值 咱也知道它是1吧 是不是咱也知道它是1 是不是也能行 对吧 也能行 但是这 你这写起来不科学 大家不知道为啥写这东西 对吧 行了 这是set interval 没问题吧 然后有一个setTimeout 其实咱们定时器分两种 咱们这个东西 set interval啊 其实从这个名字上来说 从这个名字上来说 管它叫定时器 其实我不太赞同 它顶多叫一个定时循环器 对吧 是个定时循环 咱这个setTimeout 才是真正的定时器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执行一个事 换句话 它起的是推迟作用 而不是循环执行 比如说现在隔了1000毫秒之后 我再执行 这里面的东西 这个A就会等到1000毫秒之后 它才会执行 并且只执行 就是并且只执行一次 对吧 并且只执行一次 这是setTimeout 他俩有他俩的各自的用途 那个setInto我肯定会用一些什么运动什么的 用setInto我会很常见 这个setTimeout呢 叫推迟一段时间之后再执行 也是有用的 也是有用的 OK 比如说这个 咱举个例子 这个setTimeout有什么真实的一个应用呢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段电影 它有一个试看期 比如说试看期是30秒 到30秒之后 是不是你就看不了了 对吧 它就会延迟30秒 再暂停这个电影永久暂停吧 把全线关掉 对吧 它是不是应该这么去做 对吧 这是setTimeout 那你说setTimeout 它有没有一个 它用不用取消啊 它不像那个setInto我那么烦人 用不用取消 不用取消啊 用取消 用取消 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说的问题啊 咱们现在的网页在实现起来 它有一些B端 就是需要刷新 假如说有一天不需要刷新吧 就这样 一个电影 一样 我同样是给你五分钟的一个观影抖期 五分钟的一个免费观影期 五分钟之后你就要交钱好吧 在这五分钟以理 你登录会员了 那五分钟之后还用 还用停吗 是不是不用了 那是不是提前预设的那个任务 就应该被取消啊 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情况出现 对吧 而现实在公司里开发的时候还真有 那时候我们是定了一个 就是因为 因为一个移动端那个页面哈 它从刚开始运行到刷 就到这个整个页面展示结束 需要一段时间 有可能网速不好 可能需要加载个三秒钟左右 我们一开始设计是在三秒钟以理的时候 我们不展示广告 在第五秒钟的时候我们才展示广告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第五秒钟的时候我们塞他帽的把这个广告去展示出来 但是有一个情况 是当用户点击了一个就广告那个区域所出 就是点击广告区域之后 他会触发另一个东西 就是有两个广告 一个是弹评的广告 一个是在那块 一个一个定点的广告 五秒之内 假如说你点了定点这个广告 那好 弹评这个广告就不再展现了 因为他俩是一回事 那东西对吧 就不再展现了 所以就是无论如何 这个需求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技术 它肯定也是有的 clear timeout 就是清除的是这个东西 他也需要接受一个timer 或者接受一个什么变量 然后clear的时候 是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吧 对吧 假如现在我clear timeout了 刷新 那你看这个A是不是永远出不来了 真的不可能 是不是把它clear了 还没执行 就把它clear了 对吧 这个timer 就是这个返回的唯一标识 和那个set interval 返回的唯一标识 他俩不会重叠的 不会他返回1 那个也返回1的 这东西是吧 他俩会一似的 咱看看 那时候我们测验的是一似的 咱看是不是 timer timer2 咱看看现在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也是 他俩会逐一罗列的去往下排吧 不会说你赛timeout的 你是一个e 你赛interble也是e 他不会那样对吧 不会那样 OK 这是这两个定制器给你用 这没啥问题 这个比较简单 定制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什么clear啊 set之类的 他们全是window上的方法 所以在他们的内部 就是他们里面那个function的this 指向的是window 这个你就记住一行了 没有什么因为所以的 就内部this就是指向window 就这里面 你这块你要打inthis的话 你打inthis应该打是啥东西 打的是window 你想啊 这是window的方法 他怎么着 就算内部怎么实现 他应该指向window 应该指向window 最后一个注意点 就是无论是setinterble 还是settimeout的 他们都可以以另一种形式来展现 这第一种形式咱们写的是setinterble 里面写的是function 另一种形式来展现就这意思 里面呢 我可以写一些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它就会当成gs代码来执行 比如说字符串里面写console.log 它就会每隔1000毫秒执行一下 这个字符串里面的代码 什么意思吧 就会这样也行 就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我就给你写来看一下 但是正常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加上正常情况下 脑袋不出问题 都不写这种情况 只不过这种情况 人确实存在 系统存在 我都给你说一下 就是该用不该用 你自己考虑清楚就行 好 好了 咱们说了这么多东西 扯了这么多 咱自己写个小例子 这个小例子是什么呢 咱们写一个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 到三分钟停止 到三分钟停止 别一分钟了 看能不能写出来 稍等 我把这个基础的架子给你写出来 然后你来补充一下 这minutes和seconds居然一样长 我一直觉得它俩应该差点 好 我给它加点编画 对啊 然后在里面加个value value是0 然后让它又对齐 又对齐怎么办 我想让input里面的东西又对齐 咱弄 它子来按外面不一般事的吧 多简单的事啊 对吧 point size 20像素 大点 哎呦 这太大了 行 point width 1 加粗点 行吧 这样吧 就这样 second minutes 现在我想让的效果是second 正常从0到59 然后再归0 从0到59再归0 从0到59再归0 归0的时候这个minutes加1 再归0 再一次它再从0到59 再归0的时候 这块再加1就变2了吧 然后到30的时候 这个整个计时器停止 写一个这样的程序啊 写一个这样程序 这东西其实很简单 咋写 启动一个定时器 这块先 先转秒呗 转秒之后再买一定这个这个数之后 再在这个往前加分呗 对吧 先把它都选出来 或一个 先选什么 先选这个input吧 第一个input 代表这个minutes input 就是 叫minutes node document.getElementByTangName input 第0个对吧 然后呢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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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 ok 是这俩完事了 这俩完之后吧 咱们一会儿要启动一个定制器 定制器是不要计数 计数 计完数之后 再把这个数 填到这个结构里面去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的计数最好 咱们再新起两个变量 一个是minutes 一个是second 他俩就用来查树 然后把这个查完这个树 附到那个dome结构里面去 我说dome结构这个名词是不是能听错 能听懂吗这个 dome结构就是咱们都学dome了 就管这些元素原来叫标签 管它叫dome结构 能懂得意思吧 这是最标准的说法 叫dome结构 因为它可以被dome所操作 那现在这个minutes和second一开始都是零 这一开始也都是零 现在咱们就启动个定制器吧 叫set interval 对吧 每一千 别的了 每一百毫秒吧 把一百毫秒当成一表 每一百毫秒干嘛 second是不是 加加 对吧 second加加吧 然后当second等于60对吧 等于60的时候怎么着 让这个second再等于零吧 然后是不是最重要的是让minutes的加加 对吧 然后最后这个数都完事了 是不是把操作完这个数往谁那放 是不是second secondnode 它的value value等于seconds 是不是minutes node的value等于minutes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保存刷新 哎呀太慢了不行 受不了 几脾气啊 十 始终是不是这么便 然后咱们只要到一个时间节点的话给它清除 是不是完事了 怎么清除 可以 可以 是不得yeef一下 yeef啥 yeef minutes minutes 等于等于等于3 是只判断minutes 可以啊 因为它刚一等于3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秒还没来得起动呢 对吧 我不用说连的秒一起判断不用啊 只判断它等于等于3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clear 现在是不是没咱还没有那个时间出的一个记录标志呢 对吧 啊什么时间出的 咱还没有一个唯一标识记录标记呢 一个timer 先写的 然后什么clear在这块 clear 因此我然后把timer放进去吧 放进去 ok 这样123 没问题吧 是不是这样结束了 123结束 虽然说的不准 但是它是可以样子上实现一个记录器的一个作用 对吧 样子上实现啊 ok 这样是一个记录器 这个记录器你回去可以自己玩了 比如男同学你回去在寝室里锻炼身体什么的 对吧 做俯活成什么的啊 平板支撑你可以先对自己设一个技术系啊 比如设个五分钟什么的 平板支撑对吧 试一下好不好使啊 行平板支撑啊 当然这个你可以糊弄糊弄的室友嘛 对吧 你把这块 你把你 你把这块换成一万对吧 你说看好我是个技术系 咱俩打个赌 你能坚持一分钟对吧 就怎么这么着 你能坚持一分钟就怎么这么着对吧 使机放大十倍对吧 OK啊 你可以试的时候 你可以试的时候这块写成一千吧 试的时候你告诉他这是一千对吧 趁他不注意加个零 反正从表面上也看不来啥对吧 OK啊 行 OK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 当然通过他咱可以做很多事的 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咱可以试一试啊 行了 咱今天课就先到是吧 今天先这么多 回去之后听说 回去之后啊 把今天这个东西 你该复习的复习复习哈 把之前拉的东西 你该补的补一补 这两天课比较快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